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王拿图计算跑道翻新改造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的挑战是它是不停航施工 所以它留给我们的窗口 施工窗口时间是只有八个小时左右 我们一般是晚上开始施工 到凌晨大概就要恢复这个航班 因为当地岛上没有花岗岩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石子都得从海外进口 然后还有所有的 因为当地市场是没有任何设备 所以我们所有的石工设备也都得从海外进口 但是最终反正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 反正在这里也完成了这个任务 因为王拿图他是一个岛国 他的经济收入主要是靠旅游 所以这个跑道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我们项目顺利干完了 所以他们也都特别高兴 我说一个就是我以前在非洲工作时候的一个故事 就是当时我们在泰桑尼亚北部做一个供水项目 然后非洲嘛大家都知道都特别缺水 当时我们那个项目就说打压 就是说做那个打压实验就需要很多的水 然后我们的当地向导就给我们找了一个水员去取水 但是我们的那个向导他没有和当地的部落那些酋长没有沟通好 所以有一次去取水的时候我们受到了他们的阻止 他们手上都拿着棍子那些类似于武器 但是我们当时我们有一个当地的一个 懂当地部落语言的一个翻译 他把我们的意图把我们做的项目给他们那个部落 球长也做了详细的解释 然后就化解了一场危机 然后第二天我们项目部又专门去给这个部落去解释 我们为什么要去取水 当这个项目竣工的时候 当地老百姓都特别高兴 当时那个部落的球长也特意带着当地的特产 像牧鼠到我们营地来道歉 就是对他当时的那些行为表示了牵引 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就得到启发 就是我们以后做项目 就是一定要做那些汇集民生的项目 所以当时有点失误 但是当时它变得明显 你所做的事 然后他们明白了 他们更加感谢 然后有变得更加分析 然后有变得更加关系 两个人的关系 然后就是我们进入一个国家去做项目 最早老百姓是吧 他们不一定会相信你 但是当大家一块努力去把这个项目做好以后 是吧 然后对行就会很信任你 会给你输大五指 这就是我们最期待的 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因为信任是无比的珍贵吧 就是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就是不管什么肤色 不管什么人种 他的心灵 是吧 心灵都是相通的 那我给你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吧 2015年就是我们公司 就是在瓦娜图中标了一条公路项目 瓦娜图它是等于是从原始社会 就一下就跳跃进入到这个信息化的社会 它这个岛上是没有任何力行道路 当时就是这个岛上的老百姓 就是从就是山里面 就是要走到这个镇上 要大概差不多要走一天的时间 当时我们去这个岛上去修路 最开始老百姓也是持怀疑态度 认为我们是外来者 就对我们不是很支持 但是随着我们这个道路的往前推进 就一点一点往前推进 是吧 他们看到了这个便利 然后发现我们是真正来帮他们的 他们就开始慢慢的来支持我们 然后有些社区居民就主动 就是把那个烤乳酥烤好 然后来送给我们的工人吃 就是这个项目建好以后 就是主要对这个经济发展 起了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第一就是它的所有的农产品 就是在山里面的农产品 可以快速的顺畅的运出去 它主要有那些芒果啊 就是山药啊牧鼠啊之类的 都能够快速的运出去 去销售 第二就是那个公路沿线 有好多开了很多小商店 第三就是当时那个岛上 我们去的时候就只有那么几辆皮卡车 我们路修好以后 至少有几十辆了 就是对第四个就是 电力啊通信设施 也沿我们的公路架起来的 第五个就是 因为我们这条公路是通向火山的公路 当地有一座火火山 所以这个公路一系统游客 游客也是大幅度的增长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项目 实实在在的就是 是一个就是老百姓就得到了 很大的实惠 所以他们都特别支持 所以正因为他们见到了 这个项目的成功 后面他们就接着申请这个道路 然后我们现在就做了二期和三期 所以我说他那个债务陷阱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们银行在评估的时候 也是根据他那个国家的信用 还有他的那个怀债能力 来决定是否给他这个贷款 而且这个贷款的利息是很 是特别低的 而且只是向上性的 很高兴 因为我们的三期和三期和三期和三期关注 我们就在这个文章里面 所以这个文章里面 我们就开始指挥上一下